韓國瑜22號出訪港澳大陸 在大陸引發關注 其中三天的廈門訪問更是重頭戲 因為大陸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也特地到廈門和韓國瑜會面 一層是有什麼安排 我們欣然接受 那麼只確定談經濟 不談政治 確定東西賣出去 招更多觀光客進到高雄 這些原則是不會變的 我們不會去碰觸政治的議題 更不會去碰觸中央陸委會 再三告誡的紅線的問題 都不用擔心 純粹定位為一個經濟之旅 韓國瑜訪錄參訪的四個城市 廈門停留時間最長 第一天3月26號 韓國瑜將和劉潔一會面 下午也有農產品的簽約已試 再度把高雄農產賣出去 27號還有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座談 28號才返回高雄 韓國瑜到廈門 劉潔一專程來見面 看得出來大陸對於韓國瑜的重視 我覺得他現在是台灣人氣非常高的人氣王 能夠以一個接近可能中的候選人身份 現在去大陸訪問 我覺得對於兩岸互相瞭解 有很大的幫忙在 韓流順風席轉大陸 儘管韓國瑜是以市長身份出訪 但外界紛紛視他為藍營呼聲最高的總統參選人 也讓這趟房路行程多了不同意義 除了會見劉潔一 廈門市長莊架翰也將特地宴請韓國瑜 行前莊架翰就曾經表示熱烈期待韓國瑜的到來 也開玩笑說他韓國瑜是賣菜狼遇上種菜狼 想必對農產品銷售有很多心得 屆時的互動也將備受矚目 記者綜合報導